第四天一早呢,我們來到圓宿 帶大家去看看來到圓宿必訪的明治神宮 明治神宮建造於1920年 這邊是供奉明治天皇以及皇太后的地方 同時也是年間參訪人數最多的神社 這裡有佔地70萬平方公尺的綠地 參訪之餘也別忘了散散步 逛完明治神宮之後呢 我們帶大家從表參道一路走路到澀谷 表參道販址從青山通道明治神宮前的都道413縣 這條道路上匯集了許多精品以及各大圖台的旗艦店 可以說是東京時尚的代表區域之一 這次行程是安排從貓街走到澀谷 但是大家可以自行調整時間 喜歡逛街就多待一陣子 我們現在一路從表參道走到了貓街 貓街這邊有很多年輕人喜歡逛的小店喔 貓街這裡跟表參道很不同 分佈比較多潮流運動品牌 從這裡走到澀谷大約要10分鐘 逛街時間也請自行調整 我們現在到澀谷帶大家去吃個中餐吧 中餐我們推薦的是滴滴四七食堂 還有來自日本各地的不一樣的食材喔 這家店的特產是用了47個道都府縣的特產 像說齊富、長崎、島根縣、湘川、富山齊域 這都是真的地方喔 這家店是在百貨公司的華拉樓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社群的車設計 好點的是來自岩手縣的巨峰葡萄汁 喔喔喔喔 甜而不膩 這是來自富山縣的玉子燒 玉子燒跟我平常吃到比較不一樣 它彈性十足不會那種很鬆散的感覺 因為它應該沒有加過多的那種味醂 或者是糖去調味 吃到的是比較溫醇的雞蛋的甜跟香 我點的這個吃富山的炒雞肉定食 然後跟高麗菜一起去炒的 然後加上一點味噌 這雞肉要非常有嚼勁 然後味噌有感動 搭配起來很好吃 這個是 阿吉夫拉的定食 然後它上面有搭配這個塔塔醬 它這個魚排皮膚會很厚很脆 搭配這個塔塔醬 吃起來非常的清爽 澀谷我們只安排午餐 跟早上行程一樣 可以自行調整停留時間 有名的澀谷十字路口 澀谷這邊它的巷弄裡面 大家慢慢走的話 可以看到蠻多特色的小店 另外還有像古卓店等等的 我們從澀谷來到台場囉 我們在這邊會逛街吃下午茶 然後看一下海邊的景色 這裡的下午茶我們推薦吃知名的 Bills鬆餅 來自澳洲的Bills 被稱為全世界最好吃的早餐 記得點它的招牌 Ricotta鬆餅 吃吃看喔 台場是東京都內及風景 以及購物餘生的區域喔 不但有數個附地廣大的購物中心 比方說Diver City或是Vena Sport 這邊是另一個大型商場 Aqua City 另外像是台場的彩虹橋 好 看完了台場的海景 現在要回新橋吃今天的晚餐 新橋這邊有很多好吃的居酒屋 我們就來推薦一家清水 這家店是以九州料理為主 它所用的豬肉是日本餐 那這家店有牛腸鍋 然後還有就是內臟的鐵板燒 以及一些居酒屋常出現的料理 那還有一些日本國產的豬肉串 這一道是看起來 就是料滿點的豬腸燉豆腐 店員跟我說啊 灑一點七味粉會更好吃喔 我們就來試吃一下這個牛腸燉豆腐 一入口為什麼會有吃驚的表情 是因為它這個牛腸 是我吃過史上燉的最嫩的 吃下去我還以為我吃到的是豆腐 然後它整個鍋啊 煮得非常的入味 有那個濃濃的就是牛腸的香味 這個是上軸燉的烤肉串 這個是內臟的鐵板燒 然後它的內臟在這邊啊 上面要加上滿滿的泡菜 哇 那接下來這個豬舌的串燒 它這家店很厲害耶 它的火候運用的都非常的嚇到好處 從剛剛的那個牛腸啊 然後到現在的這個豬舌 它烤的火候非常好 所以都非常的嫩 接下來就吃這個泡菜 再加上各式各樣的內臟吧 這個內臟啊跟泡菜真的是太大了 因為通常我們知道內臟內口 比較會有一點點腥味 所以用這些泡菜啊口味重的 可以下去調味 而且它的泡菜 以日本的程度來講真的是辣得非常過癮喔 還過了15分鐘看你們吃成怎麼樣 基本上快吃光光的太誇張了 素麵 在行橋吃飽飯之後啊 步行一下下到汐流站 就可以搭車前往六本木看夜景啦 我們來到六本木足球的室外小二台SKYDEX 我們推薦六本木足球這邊啊 有一個最棒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是室外的展望台 所以沒有玻璃的反光可以安心的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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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有個小平台 然後在那邊看過的色骨非常漂亮 然後在那邊看過的 六本木足球的室內展望台加上展覽是1800日幣 那如果你要像我們一樣到SKYDEX 需要再買500元的門票 那這邊的室內展望台 不定期都會有不一樣的展覽可以看 這次剛好展覽的主題是天空的鐵道 所以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鐵道的模型 在六本木足球看完夜景之後呢 逛逛精品店 就要回新宿囉 明天就是最後一天了